海贼王漫画1115号的首批情报已经更新 本话继续围绕贝加庞克公布的空白历史说起 漫画最开始的镜头依旧是给到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反应 贝加庞克说历史正文所记录的100年期间 曾经发生过一场非常大规模的战斗 因为这场战斗是关于思想之间的碰撞 故而贝加庞克无法端定征进谁对谁做 与此同时大两五老星释放出来了霸王色霸气 利用霸王色霸气他击晕了一部分电话虫 另外一边的光头五老星则用强大的斩机劈开了庞克近门 并且从里面释放出来了赤天使 贝加庞克继续说到乔一波一的失败标志着空白历史的结束 但这场战争却大大改变了世界 以前多年前很多存在的大陆因为海平面上升200米的关系 故而沉入到了大海当中 现如今大侠其实是生活在这些大陆的断片当中 贝加庞克说战争并没有结束 古代兵器将会在这场战争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本画的最后一母又露脸 可惜的是他依旧是阴影状态并未公布出真正的面目 以上就是目前情报已经更新了全部内容 最后最为重要的就是下周不休刊